新一乡仁和村仁仁段产列道路的地基 因受大雨影响 导致临近野稀泛难冲垮地基 使得乡亲们通勤时相当危险 而野稀泛难不只影响道路地基 也连带影响附近所种植的作物 因此农民们也希望 相关单位能够紧速改善野稀泛难问题 让他们的生命财产免于受到危害 长期关心农民权益的县议员陈兆玉接获陈勤后 日前也会同相关单位前往会刊 陈议员针对此桥产列道路所发送的问题 也希望相关单位能够紧速提拨经费 规划工程改善问题 还给地方乡亲一个安全舒适的环境 幸以后日路川南轮团 我们这个边坡 如果住在大河时 座舰的雨量非常的大 所以造成边坡很大的一个 严重的安全的威胁 所以今天就特别 在我们林静怡委员的助理 以及整个团队 会同我们水保局的技师专家 特地来现场会看 我们希望可以从边坡的治理 可以紧速把引流做好 不然座舰的雨量那么大 完全没有办法宣泄的话 到时候严重影响到整个下边坡的一个 地层的一个滑动 人和村人伦断产业道路 因野税暴涨所产生的一连串问题 使得地方乡亲相当困扰 期盼在会看过后 相关单位能够紧速改善问题 保障地方乡亲生命财产免于受到危害 记者廖坤队现议采访报道